10月底是一个既适合回顾 也适合提前了解行情趋势 调整投资布局的关键月份 这个时候就想瞄一下 2025的大盘会是什么格局 推荐你们来看财经按平方的线上展望 大家都知道现在进入到了降息循环嘛 美国的降息是否可以像以前一样 创造更大的资金行情 资金的力道会不会大于基本面的增长趋缓 现在如果不看通膨 看就业市场在意的点又是什么 美国大选后川普还有贺锦丽政策有哪些差异 哪个产业的受惠度最高 这些内容全部都在这次展望一次讲给你听 这次的主题是 全球经济脆弱性上升 降息时代全方位配置策略 由任平方的Viviana主讲 主题关键第一个 制造业弱补库存的风险何时爆发 关键二 非农贫爆雷 美国经济会衰退吗 关键三 降息循环在即 资产涨跌群解密 还有邀请到美股韭菜王Alan 进行20分钟的短讲 两位更回答了众多热门的投资提问 总共120分钟 把你的投资问题一次打包回应 更重要的是 输入财爆狗的听众专属优位码 DG200 这次线上展望可以再者200哦 大家赶快把握机会 详情请见资讯栏 欢迎收听财爆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爆狗投资总 Jesky 哈喽大家好 这周啊 比较大的事情应该就是这个 艾斯摩尔的财报 对啊 真的很大 大家都在讨论 对啊 很简单嘛 我们一起来就蛮满的 就你很少看到 就是美股啦 我们叫美股 你很少看到NVIDIA以外的公司的财报 被这么多人讨论 但是最近啊 以前大家也都会讨论啊 对啊 碰到叠报 大家才会讨论啊 都是这样啊 就是影响到 把它扩散很大 对 就它不是只是这间公司大叠 对 它是扩散到 其他科技股啊 然后台股也都是 嗯 上次可能 Intel大家没感觉啦 我Intel像大家今天不期不待 真的好可怜 就不受伤害这样 好难过 诶 这是艾斯摩尔的下修 跟Intel也是有关系啊 对啊 随时连锁效应啊 好那 关于艾斯摩尔的财报 小正应该是一定会录一集啦 那我们今天就 先来看看Sky的看法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艾斯摩尔这次财报 嗯 算财报吗 对啊 就是等于是 它本来应该要公布的数据 结果 他们自己说是技术失误啊 所以导致前几天就公布了 那这也让他们 就是 本来是盘后啦 它变盘前啦 没有 他们有说什么技术失误 就是提早公布 对啊 本来是不是盘后啊 然后就变盘前公布啊 后来又收回去啊 就公布了一下 就顺便 反正没差嘛 早点晚点差一点而已 那 主要啊 就是 他们这一季 其实是有高于财测的表现 那主要就是在于 他们 降低了 明年的财务展望 对 本来是说300到400亿啊 现在变到300到350亿 对 那个下限是一样的 可是上限就少了蛮多 嗯 好难过 对 导致大跌 那其实他们也是在 呃 主要是礼拜四 礼拜四凌晨啦 或者礼拜三 晚上这样子 他们有去办法术会 然后在法术会里面 他们当然有更 详细的讲了一下数字 那最主要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关于中国 对啊 不止啦 中国是其中一个部分啦 就是他们 目前啊 他们今年2024 123季 他们中国占比大概是 47到49% 然后 会回到一个 他的说法啦 会回到一个 相当正常的数据 对 他说的是 会回到一个正常的数字 那正常的数字是多少呢 反正 中国的normal 他未来啊 觉得中国的normal 就是2020的标准 他们如果保守就抓20% 对 这很合理啦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追踪 过去的 他的历史 嗯 因为其实 2024 23 2324的时候 嗯 我想还是我自己对这个 应该是没有谱的啦 嗯 对啊 因为那要不是因为有中美 禁令这个东西 所以 中国疯狂的买这些 DUV啊 这些 因为那时候是 1980i嘛 这个是型号啦 对 机台的型号 DUV的型号 1980i 或者是2000i 到底要进到哪一台呢 对啊 那 那时候也是1980i 没有进嘛 所以大家可以买 但现在那台也被进了 所以 怎么讲 就是有个政策的window 那这个window 你如果是中国的 这个Fab 你会怎么说 你当然是先买嘛 对 对啊 所以也造成了这个状况 这个就是表示说 这个短期的Fab 已经结束了啦 对啊 所以这个回到过去 也是蛮有可能 只是他刚好蛮衰的 就是 这边 可以讲一下 就是一般来说啊 我们就是说 我们买这种3C电子产品 我们就说什么 早卖早享受嘛 对 玩百想折扣 我越玩买 以论上来说 买的东西越新嘛 对不对 是 我今年买iPhone16 那你明年呢 明年可以买iPhone17嘛 后年可以买iPhone18嘛 是 以论上这样 对 但中国在买半导体设备 不太一样 它越买越旧了 我买旧的 对 应该说 可以用就好了 是 他们 因为美国一直在进 而且他们的禁令 是不断在下修的 反正简单来说 你现在 这是上修啦 禁令升级啊 以制程来讲是下的 对 你能够买的机器 越成熟的啦 往成熟的 你越买越 越买越老啦 简单来说这样子 时间过越久 你能够买的型号 就是越早期的型号 简单来说 某一个时间点以后的机器 就都不能买了 美国全部都进了 那 那我最新可以买到什么时候 好 那最新可以买到的机器 美国又一直在砍 一直在砍 一直在砍 所以中国他们 这些厂商 他们能够买的型号 其实是 能够买的 好的设备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那也造成了前两年 他们其实在大量的购买 因为我以后买不到了 我现在 这种比较新的型号 相对新的型号 我能买多少是多少 那这也是艾斯莫尔 他们在讲说 中国那边的 他们这个 铁压订单 其实是非常的 多的 他们其实会疯狂 疯狂的在下单 超过他们 其实需要的量 他们就说 其实这个东西 未来不会了 一部分当然是因为 其实这个净利已经 即将就要全部都下来了 已经不太会有这个 我赶快买以后 不能买的设备 没有 就都会封住 因为这时间 已经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猜测了 该买的应该都 可能已经买到一定程数了 对 不敢说他们全部都买好了 但是可以说 他已经买到一定比重的 这个他ideal的量了 所以这个 就有点像是回归到 本来是离群值 你就回归到正常 这算是一种 back to normal的 一种表现 没错 这个normal就是2020 20% 对 大家这个压力很大 当然他有提到一些 其实他有特别提Memory Memory 大家扩产是很 他写是有序的扩张 对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HBM这些过去 大家有点担心 听他这样讲 感觉好像可以 扩张没有到这种 非常疯狂 对 对啊 所以这个Memory 这边的这个产能 以工序来看 对 不会太失衡 对对对 先进 以先进来说 他这个都先进了 我们先提 可能这几个弦歪之音吧 大家可以关注 或者参考看看 那就是 我想这个对 这些东西的拉动 其实还是蛮多 都是在AI嘛 对啊 所以大家还是要 持续的关注这些东西 虽然说每天都 就可能很常 大家在报这个嘛 所以就 会有点无聊啦 但其实这些变化 就是长在这里面嘛 所以 哇 这什么意思 这个是从47到49% 到20% 就是我的这个中国占比 等于如果中国在 爱斯摩尔的这个 营收地区的供用线 会少一半以上 是 对 所以应该 禁令真正的这个 开始生效啦 对 我们其实在 上一季 我们聊美光的时候 我们又聊这个 就是美光在 公布完上一季的这个 我们日历的上一季啦 就是 对美光的上一次法术会 他们讲完以后 然后我们也有做 激报解析嘛 我们有说 美国在对荷兰的 这个政策的施压 有在增强 那这一定会影响到 爱斯摩尔 就是它是荷兰公司嘛 它在中国的 出口的状况 那 没有想到 对 就这么快 他们就 然后果然已经很在 法术会之间就说 大家都有看新闻吧 他就说 我们都会看报纸嘛 我们也都会看新闻啊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的政策 我们就 判断 这应该是一定会有影响的 他这个叫从善如流啦 就是 他出事的时候 他就下调嘛 对啊 通常都是这样啦 对 他没事的时候 我们就 跟你们讲 strong 大概就这样嘛 所以其实 他们这样子去下调 他们明年的 营收展望 还蛮正常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 刚刚我们提到的intel 他们没有指明 到新intel 大家说 有些客户 对 他说有些大客户 非常的 这个叫什么 他们在这个production 有些问题 然后 他们的需求 可能会 有点低延 对 但 应该不是只有intel啦 对啊 因为他其实掉很多啦 对 所以三星应该也是有掉 因为其实之前有lumor 讲说三星本来买三台 嗯 后来改成只买一台 哇 本来想说 这个可能是唬烂的 没有 看起来是真的 对啊 所以这个有些lumor 不是空穴来风的 对啊 所以这还蛮有趣 这一次是韩国人的胜利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掉 主要是掉他们 大家都没有算韩国人会掉啊 嗯 对啊 因为他想说三星应该还行嘛 对 这个 就没讲到 嗯 三星也是不行啦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 艾斯莫尔记报节期 那当时小珍是说 他觉得 这个350亿应该是 高几率可以达到 这样 那当时小珍为什么觉得 350亿会 这个高几率达到呢 主要是因为 看台积电的资本支出这边 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啊 所以现在就是 所以是另外两个是问题 对 反正都别人的错 台湾没问题 台湾好棒 台湾应该暂时没有问题 反正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好 值得高兴 对啊 因为毕竟这个我们是顾客啊 对 我们只是买东西没问题而已 就告诉别人我们有钱 对啊 那他们如果都锁手 比方说像三星锁手 那可能也代表着 他们觉得市场没有这么好吧 一部分当然是他们自己啦 一部分也是市场没有这么好 对啊 但可以看深一点 如果说思考的比较长远一点 就是说 可能未来啦 如果假设未来真的 新制成的一些 技术演技还是持续嘛 对 对啊 那真的有用到 INA的这些部分的话 那这个台机电在这边 一定是有优势啦 嗯 就是说这个优势可以延伸啦 嗯 对啊 但这个东西就 过去产业上出现很多例子 就是说 这个东西的风险是什么 风险就是技术换代变慢嘛 你一变慢 你买这些就不一定有用了啦 我只能这样讲啦 对啊 就是说技术的差别 没有很大的时候啦 对啊 所以这是一好一坏嘛 那当然 你目前状况来看 就是台机电其实一定是 拿到相对多的 就至少比较有 继续去买这些东西的意思 嗯 其实告诉你说 它未来可能 相对没有问题啊 对 相对它其他这两位大大 对 相当的惨一个 现在惨一次了嘛 嗯 对 听说之后还会再惨一次 然后才会再搞这些 它的这些 IFS的惨能啦 嗯 对啊 那三星当然了 他们自己 HBM那边也交头烂额的 对 对 他们其实 就是目前看起来啦 目前看起来 就是其他两个竞争对手 都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嘛 嗯 对啊 所以这其实对台湾是 对 其实是相对好的 所以那天跌 不知道再跌是什么啦 我只能这样讲 嗯 对啊 我只能这样子戒毒啦 对啊 比如说 大家的 现在目前的感觉 就能像这样子啦 就是 相对于其他监队手 台湾其实 很不错 对 是 但是 会不会是全市场 都有点不好 大家不要担心 那可能这个 就是台湾虽然相对不错 但是因为全市场 在下降 所以就算相对不错 可能也没有 以前想得那么好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的是说 你未来 大家在看的是先进制程 还是所谓的先进封装啦 对 但因为先进封装不等于先进制程 我只能跟大家这样说 那 先进制程可能就是 两奈米以下啊 这些东西啦 这个我们是定位成先进制程啦 就看大家 对这个制程萎缩的这个进度 到底需求怎么样嘛 那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一直都没有办法说准嘛 对啊 3奈米之前就是 一堆人没人用 没人用 没人用 就弄了几年 大家都突然 觉得好像不错呢 对啊 然后2奈米 好像看起来 好像也是不错呢 对啊 那再继续往下 maybe一些新的技术嘛 金杯供电啊 这些有了没有的 那这些技术再往下 会不会有人采用呢 you never know 但目前看起来 有没有产能 谁有产能 可能就太极电的产能 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次大家可能 大家就不买啦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问题嘛 这可能会是未来 如果要 先进制程的竞争上 可能有些 这个竞争优势的地方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对大家可以去 持续关注这个 就是回到台积电 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些 技术进步 有没有人去 持续的采用啦 对啊 包含先进制程 最大的采用者 通常都是苹果嘛 那苹果的这些 最新的这些 处理器 未来的这些 采用的状况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对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 持续去关注这一块啦 对啊 我们也很难 在现在跟你讲说 啊 这个大会用这个 零点几奈米 一奈米以下 大家都 I米时代都没问题啦 对啊 我们也很难跟你讲这样 但理论上 就是观察这些 就是可以推估吧 可以推估未来啦 对 好 在这个法书会里面 就是 他们也有提到啊 关于消费性的地方 的确就是 还是没有他们 预期来的好啦 对啊 没有他预期那么好 因为这个会是这一次 我们这一次付出 或者说这一次的这个 你也可以说是牛市 嗯 最大的不同的是说 跟前几波的循环 比较不一样 对 尤其是前一波 对 21年那一次啦 2020年 2020年那一次 长得真的多的 是台积吗 好像不是哦 对啊 反而是成熟自成的一些 我就 大家其实在买的 什么笔电啊 家电啊 对啊 那个你现在没有要买啦 对啊 对啊 你现在想要买的是 这个新的 对没错 就是这个是这一波的 情绪循环的牛市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啦 就是我们在看到的电子 就是 在过去往往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消费最领先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工业啊 车用啊 这些地方 他们就会逐步的复苏啦 对对对 可是一般来说是消费领先的 对 但这一次来讲就是 AI领先 它算消费吗 可是又是在 不是消费啊 这次就是一个技术进步 造成的 对对对 的断导体牛市 非常奇妙啊 上一次这样子搞 我自己认为可能是 08年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哪一个技术 就是iPhone啊 OK 就是iPhone整个带动了 可是iPhone那个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 归类在消费电池 对 iPhone那时候是消费啦 对对 还是消费 那所以 在跟前面 1516年有一个那个 可是那个就跟 server的变化有关系啦 那server变化 每一次都换代啊 OK 那server每一次换代的这个 我觉得大家比较有感的是 那些零组件的规格 也变得很多啦 对 那你说CPU的那个 一样还是网 对 因为那时候 Intel本身自己有产能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是这么care 它的先进制程的这个 可是那个时候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那时候伺服器很多 包含像什么 花柜啊 机壳啊 对 所以那每次换的时候 每次规格变化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他们可以做的生意 就变多了嘛 对啊 或者说这个 每次的winner跟loser 就不一样 就重新洗牌了嘛 对啊 那个是 大概是201314之后吧 对啊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切 就是因为 08年之后 就是07年 06年是iPhone发表啊 发表之后 有一段时间就是 大家玩iPhone 大家看iPhone 就跟现在看NVIDIA一样 对 就是反正你只要 公司有进入 Apple供应链 不管啦 先找三根啦 管你的 对啊 好像那个时候 可能我们在讲 手机最在意的 可能是镜头 然后大力光 就一直这样子 对大力光 那时候是古王 对对对 对啊 那时候HTC也是蛮强的 对 我太早了 HTC的话 那个要到 那个真的是0809啦 对啊 那蛮强 相对强 人家还几百块 现在几十块 对啊 所以这种 就是时代演变嘛 对啊 那1415年之后的 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 就是手机那个东西 过了好几年了嘛 对啊 它还是持续在变化啦 只是说它的变化的 就是它的变动幅度 可能就没那么大 大家对它 相对成熟的市场 相对了解了 对啊 那跟VIA最近这个 可能就是回到那个时候 比较早期的阶段嘛 对啊 可是这个的技术进步的拉抬 或是说推进 其实目前看起来 并没有还没有带动 相对这些成熟制成的 明显的复苏啦 对啊 我说我中的是明显的复苏 对啊 就是说 涨价循环不开始了吗 还没有 价格全部还扒在地上 那量有拉起来了吗 看起来普通 对 就是多一点点 但是没有到非常的 就是很明显的差距 对啊 那所以这也是造成就是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哦 为什么股市一直涨 可是看起来有一些 业态并不是非常好 嗯 对啊 那这个就是 目前大家在关注 那当然 有很重大一个原因 也是刚刚提到 这些中美的禁令的嘛 对啊 那中国总是最近 突然愿意花钱啦 哎 当然一换给大家 他们其实想要救房 是已经救一阵子了 对 但这种救法就是 说实在 之前有很多研究嘛 我们在那个 疫情的时候 刚才有很多研究 要救 要早点救 跌到一定程度的再救 看起来是没什么机会啊 就你要做的事情 可能会多很多 你要做的effort 要花非常非常多啦 对啊 如果你只是花 就是你原本 假设跌10%你就救了 对 你却稳住在10% 你可能要花100 对啊 你可能跌到20% 你可能要花200 跌到30% 你可能不是要花300呢 你可能是要花500 嗯 对啊 类似这样的概念啦 对啊 所以这个可能 还是可以持续观察 但至少短期的刺激 是有的啦 所以成熟制程的 这个东西 一直是大家在 讨论的重点嘛 对啊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循环要结束了 嗯 这次半途循环要结束 我会觉得 嗯 蛮奇妙的就是 对啊 怎么可能只有 如果这次一次 特殊循环啦 你理论上 这些成熟制程 到底会不会起来 嗯 先进制程的需求 会掉这么快吗 对啊 这些其实还是 回到说 中对需求 到底在哪里啦 其实我觉得 在讲中国 真的会觉得 这个市场 真的很有趣啊 就是一般来说是这样子 我们政策啊 会给一个比较大致稳定的框架 是 然后资本市场会自己在里面去做循环 这本来就是会有循环 这很正常 这样子 可是政策基本上会是 比较保持一个稳定不变 然后你的底线在哪里 然后我就守住我的底线这样子 中国是他们政策也在循环 他们政策加入这个循环就卖过去 因为 其实中国这几年对于一些 比较热度的产业 他们去 想要去阻止他过热的这件事情 他们都是发布政策 像刚刚一开始的这个大方 其实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这个好久 三年前他们针对补教业 补教业啊 手游啊 最近是那个啦 直播 对 这个我正要讲 就是正想三年前 他们三年前他们就有一个 减轻义务教育的 作业负担的一个政策 那简单来说那个政策就是 你就不能补习嘛 对 就是让大家不要就是限制补习班的东西 然后新东方就跌了99%嘛 中国合伙人 但他转型了 对 他后来就在直播点上做人好 对 他就直播又会打了 哇 他是超屌 可是他现在中国政策就又转向了 他们让这个补教业的这个政策 就有变 那补教业就又回来了 所以他们其实政策是会循环的 就是蛮有趣 最近他们有那个啊 最近有一个政策也蛮有趣的 他们不是在阻止这个网路流行语吗 他们这礼拜也有推出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说 网路上面有太多那种 其实就是网路流行语啊 然后 他们觉得这些字 他是说是谐音梗 对 其实有点像 就是 我觉得这是 如果大家不常看那边的东西 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打这个 那我其实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会进很多很奇怪的字 对 对 没错 比如说死 对 他们绝对不会讲死这个字 你在直播上绝对看不到 甚至短影片都没有嘛 他会用其他东西替代 这真的是谐音 对对对 他连这个都要进 对 对啊 我其实可以理解 他们为什么要进这个东西 对对 而且 一部分是因为 政府上面 本来就有很多的敏感词 但是中国就是会做一些 比较边缘的东西 比方说衣服好了 中国是非常多盗版的 那如果今天你去 想要去宣传 我们家是做盗版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想要卖产品 他们也不可以直接说 我们是盗版 或者我们是仿冒 对 盗版仿冒这些词 他们平台也会禁止 这个我觉得是 中国整个文化 就他们有非常强烈的 关键字阻挡的这个概念 所以变成说 比方说在小红书啊 或者在抖音上面啊 如果你在做的是一些 盗版的东西 或者仿冒的东西 他们就会有一大堆的 谐音 或者是一大堆的字 去取代这个 是 对 比方说 他们就会说 我在卖Y 啊Y是什么 哦因为我不是正 他死个人是C 他死个人是S 或是C嘛 对啊 对啊 他们拼音的转过来 他们拼音的那个 所以就有非常非常多 这样子的词在里面啊 那其实可能一部分 就是不好阅读嘛 不好阅读 我觉得不好阅读还好 再来一个 就是 不容易监管是真的 对 就是 你在夺我的关键字 是侦测的这个东西 对啊 可是我就是要监管你啊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可能 透过这个方法 他们就是想要让大家 不要在那边去绕一绕去 可是我觉得 啊不可能啊 怎么受办法绕的 这个政策 有点奇怪 对啊 你违反中国政策的反复啦 对啊 那直播他们最近 又被他们打下来了嘛 就可以再观察一下 他们这个时候 在搞什么鬼啦 这真的蛮奇怪 这真的真的蛮奇怪 就是 可能社会主义 就有点像这样子啊 就是 他并不是不循环 他还是循环 只是是连政策 其实像循环而已 对 因为其实 我觉得直播 被他们打下来 可能 因为他当初就要消耗 过剩产能啊 对啊 那那些过剩产能 可能就只剩出海这条路了 嗯 但这是我猜的 正因为这还没有 经过什么调研什么的 这是直觉 嗯 一种直觉 但我觉得是 还是很有趣 值得这个追踪 看看这个会有什么 巨大的变化 回到爱斯莫的这个 然后拉回来看 如果现在三星 英特尔不太好 就是中国那边 他们也 他们可能是买购了 所以不买 可能比较多 跟需求那边无关 但英特尔跟三星 可能是跟需求有点关 当然他们自己内部 有些问题 但可能也跟需求有点关 是 那我们回来看台积电 那台积电你怎么看 就回到这个嘛 我们知道 台积电相对来说 竞争力不错 可是会不会真的 变成需求就不太好 需求不太好 先进制成看起来不会啦 但其他的就 嗯 看起来也不会啊 没有 是吗 没有 现在就变得 你很两极啊 你就是台积电 这边就是相对好嘛 其他人可能就相对的 这个 没这么好 嗯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以目前调研 他或是目前研究到的 嗯 我只说各家公司法说 会讲出来的东西嘛 所以其实目前 大家在看的就是说 哎 你台积电需求 到底会不会持续 那我们刚刚提到 两个月面可能看起来 各家发布的报告 看起来就是还不错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 至少两个月面还要OK 那只是 我说这个第一 round啦 首发这一 round嘛 嗯 对啊 但还是回到的这个点是说 这些 这个应用application 到底在哪个地方嘛 嗯 对啊 但手机 然后笔电 CPU GPU 对不对 你GPU跟CPU 这些东西 在过去已经 就是至少之前啊 至少尤其是GPU嘛 在之前贡献的 就是先 呃 相对先进制程 加先进封装嘛 嗯 对啊 那未来还是需要 在手机AP这边的 这个进步 我想这是AI功能 这个就可能 是一个蛮明确的嘛 嗯 对啊 在Apple的AI啦 好不好 Apple Intelligence 这些东西 都是有很多的 就是为了 大家为了要用AI啦 我直白讲 大家为了要用AI 所以那个设计变更 只有这个变更就对了啦 那跟过往的架构也不一样 所以晶片的这些架构 也是有变化的 对啊 所以其实还是回到的是说 大家可能觉得 就是AI到底是不是能不能 落地到你们的 大家的生活使用当中 如果有 对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明确 可以再带动 连消费性的部分东西 开始带动啦 嗯嗯 这个会是 对啊 观察苹果会是一个 蛮有趣的历史啦 对啊 大家应该都 在看苹果吧 对啊 对啊 它架构够新潮嘛 那这个 简单讲 它在这个 手机AP跟这个 DRAM的这个 或者是说 这些记忆体的 这些沟通啦 对啊 大家一定会想 很多方法来 Try啦 对啊 那Apple是 少数晶片是自己的 System也是自己的 所以它看它怎么玩 所以会是很重要的 一个点就对了 这边可能还是 要先看国外啦 因为 嗯 一开始 台湾这边不会出来嘛 只会有英文的 那Rumor啊 Rumor是说 10月28 啊 所以它出我来玩啊 哎 不知道你玩不玩得到啊 用别人的玩就好了啦 就不知道 它是绑地区 还是绑语言 对 如果绑地区的话 其实就很难玩 绑地区 想办法 没有啦 但到时候 一定一堆人评射啦 这个到时候要看就好了 反正大家还是在看 它那个MOE 或是说 好多个小模型嘛 嗯 对啊 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是 未来决定的关键 嗯 对啊 如果就AI来看的话 好 那 大家在看台积电 主要可能也会看 它资本支出嘛 今年不太变 然后明年的话 目前大概是 共识大概是 三百八到四百亿美金 这个如果变动 你觉得会有什么差吗 或者是 如果不变啊 或者是往上 或者是往下 那你会做什么调整吗 做什么调整 就看了我 有没有往上非常多啦 嗯 对啊 往下 当然是很惨嘛 但看起来就是 不会 应该不会往下 嗯 我的那个不会往下是 不会上修啦 嗯 对啊 那它可能会 就直接拉到一个地方 然后就 譬如说它随便 我随便讲个数字啊 就是可能就是 假设四百亿好了 嗯 它就是四百亿 就没有再变了 嗯 对啊 我觉得有 比较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通常会变动的时候 就是在景气前端跟最后端 嗯 最后端是下修嘛 前端是上修 对 对啊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 像今年年初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 欧赛场的上修嘛 嗯 对啊 欧赛场也不过上修潮嘛 嗯 对啊 所以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 确认这个景气的 有没有转折 或者说去 确认景气往哪里走啦 嗯 对啊 目前看起来 大家都on track啦 对 所以 如果在 如果大家会害怕的 是什么 大家现在应该就要看一下下修啦 哦对 下修多少 对啊 对啊 所以大家应该要关注 我自己觉得会是这个 嗯 其实刚刚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次的循环真的蛮有趣 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讲说 现在是半导体的 末段了嘛 对啊 就是这个循环的 已经算是快要到尾声了 末段的 最后一波了 也不能说最后一波 应该说 这个设备的这个 拉动已经出现了嘛 然后这个上修潮也有出现 对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波 我们不确定 对那 但至少已经是中后段了 中后段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 我们不能说不知道啦 应该说 过去都是先进制程推动的 嗯 对啊 那这一次也是先进制程推动的 嗯 但是这次承受制程完全 对 无消无息 这是我说的啊 这是我觉得有趣的 就是所谓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次的半导体到了末段 可是 我们在讲消费跟成熟 都没有起来啊 就是 他们都还没起来 到底为什么已经到末段 所以有可能是加成啊 对啊 所以如果 假设它没有维持太大 就是 先进制程的一些设备 来到高原期 那如果之后有人补上来 那其实也不会太惨啊 对啊 那你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有 所以这个 我觉得不会是什么异常 就1415年那时候嘛 嗯 可能就比较长一点 对不对 它的cycle会很长 就是在高原期蛮长的 就好蛮久 但说实在的啦 大家还是看 最高端那一部分啦 所以波动会来自于高端 但是你说它的获利会掉很多吗 就没有那么 嗯 波动没有那么大 可是我觉得这时候 因为其实在大概2020那个时候 就是 疫情有 几个月的崩跌嘛 真的就是短短几个月而已 就三月啊 对 可是 其实在2020那个时候 大家都在讲什么 我们在经历史上最长的牛市 对不对 因为在上一波的跌已经是到2011了吧 没有啦 看你怎么定义牛市啊 嗯 如果我们看 涨20%就是牛市啊 跌20%就是熊市啊 如果我们在看美国那边 大家会说 哎 这个循环很久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一个 比较显著的下跌 对 那其实就是因为像刚刚讲的 哦 我们那个是一波一波有上来 大家就一直有在撑在上面 那可能每个时期最好的产业不一样 可是整体起来 哎 股市就是一直会在一个 满上面的位置 没错没错 在这个同意 那我们再次强调 我们看的这个是半导体的 对 就是只有半导体 对 因为台湾跟半导体的连接很深 所以你会让你觉得 台湾股市跟半导体 就基本上一模一样 好 这样讲这个的话 这边我们先说在这边 那其实这一周还有另外一间公司 就不是半导体的 这个Editas 哦 Editas 这次 他们就说的很棒 对啊 自从上次那个叫什么 那个老神 那个 你说 就是肯爷嘛 对 益智啊 Can West啊 对 对 自从那次他炸裂了以后 就是他那个 因为他可能就是有讲一些 比较敏感的话嘛 所以 Editas就跟他的合作 就是全面取消 那次我还记得 疯狂打了一些存货 对 哎 复活了 这个循环又重新的开启 它的上修循环 你刚刚讲 台湾跟这个科技也高榜定 哎 但台湾也跟仿制也算是高榜定的 也蛮多 对啊 仿制股的啦 对啊 因为就是 对 所以这个协业就 兴奋了 但是其实这次兴奋的是 非Nike的 Nike的就不兴奋了 嗯 因为Nike下修 这位大家都上修 然后掉啊 所以Nike其实蛮强的哦 所以说 Nike一跌倒了 大家都吃的蛮饱的 对啊 所以其实 应该说这一两个月吧 其实协业涨不少嘛 嗯 这跟我们之前在讲的是什么 台湾的 如果现在关注什么股票的话 哎 传产其实蛮配关注的 这也蛮有意思的啦 对啊 因为其实大家讲说 哎 消费不行 消费不好 嗯 这个意思是说 就你半大体好很久 那你说传产不会好 在降息之后 它开始变好了嘛 嗯 但这个变好是说 它其实本来就不差 而是降息以后 金融业的人觉得 这个好像不错 所以大家都开始 关注这个地方 对啊 这有点像是这个概念啦 对啊 但这个 鞋子这种东西也是 就是 因为它的这个 毕竟它是几家大厂 就是市占都很高啦 所以 也比较像是一个循环啦 只是说这个循环 又来到了 Nike复向循环 其他人正向的循环啦 嗯 对啊 就我有在看 它们的鞋业以来 真的超常出现的 230就来一次 230就来一次 嗯 对啊 所以这个 还是蛮有意思的啦 对啊 就大家还是可以 再看一下 嗯 非Nike的朋友 那Nike当然也可以 持续关注啦 看它什么时候 脾气太来嘛 这种东西 鞋子其实卖很快啦 卖卖卖卖卖 过个一两年 大家存货又卖完了 诶 它下一次又是神龙活虎啦 对 现在很多人在讲 就是Nike可能 嗯 它们的渠道怎么样的变化啊 它们行销策略的一些变化 在过去几年 它们开始要更主打D2C啊 更主打App啊 比较不在意这种 它们的门市 像摩马克啊 嗯 Full Lock 对啊 什么ABC Mart啊 它们比较不在意这种 配合的经销商 比较开始去注重在D2C 那可能让它们变得不好 或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啊 其实鞋子 就真的也还是蛮看爆款 对啊 你今天再做一个爆款出来 它们就回来了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鞋子就是流行产业 就是这么简单 对 对啊 像最近大家可能比较 关注的几个爆款啊 嗯 或者几个品牌吧 之前可能 那个HOKA大家有看吗 对啊 欧恩啊 欧恩啊 欧恩其实台湾比较少 嗯 我在日本那边真的排爆耶 对 我也是去日本看到比较多人买 但我自己在台湾是没有买过 欧恩啊 嗯 对啊 那我会觉得 神奇哦 我的神奇是 我的神奇意思是说 嗯 这个品牌串得很快 那其实有一些老品牌也串得蛮快的啊 就是 什么New Balance啊 对 这个在我们以前是觉得是那种 不是New Balance New Balance 应该已经起来蛮久了 这个我们的大IU啊 对啊 对啊 如果你是为了IU的话 我可以接受了 对啊 所以真的是除了Nike以外 大家好像都不错呢 亚瑟士 好像也不错 对亚瑟士也回来了 对啊 我就说Nike 救了大家 对啊 就Nike自己摔退 然后因为它本来是最大的 它的这个市场率分一分 大家都吃很饱 对大家都觉得 嗯不错 我们这十分成长的三五十八 谢谢Nike 对啊 大概有点这个概念啦 对啊 我觉得就关注这些新品 蛮蛮有意思的啦 嗯 对啊 因为他们的 现在就有很多这种 你也不能说很多 我觉得这个循环以前就出现过 对啊 以前 我记得有一年就讲什么 有一年就讲说 我跟你讲 你那个鞋子啊 全部都是要做那个 Fly Knit 你知道吗 对 Nike出的 对对对 真的是布鞋 对 以前我们讲布鞋 或者说以前我们讲 鞋子都是皮的嘛 嗯 就那一次之后 就布鞋就变得一个 很重的比赦 对 那现在就是 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拼在一起的布鞋 对 我可以这样讲啦 我觉得这个最可以关注的就是 如果真的有想要 钻到很细啦 可是它真的就很细 就是比方说 现在的鞋子 是不是都有某一种趋势 会用到一个新的技术 或材料 或者像当时 我记得应该也是在 可能一二一三把 那个时候开始有这种 所谓的网织部的 3D网部啦 对 那个叫3D网部 然后有一些神秘的织法 对对对 然后就是要让它那个弹性 可以更 就是 那个时候就 它的比较强韧的 就百合奖嘛 百合奖四面弹嘛 可是它那个是 它那个应该是松紧带之类的 对 就本来来说 四面弹是布啦 就是本来的这个弹性的布 布料的弹性 可能是只有二维 就是你可以主流拉 但你不能上下拉之类的 反正它有一些奇妙的结构啦 对 我有点忘记了 但anyway 就是那次讲的 好像也没达到 但 有啦有啦 他们那时候弄了很多 是这个 单纯这个斜面的布 我说的没达到是 不是那个东西没有出来 是说它本来给的很好了 改来没有达到 或者说大家预期很好 没有达到 对对对 对啊 但我觉得那还好 那就是流行的趋势的问题 或者说 就没有办法这么流行嘛 那有时候运气运气的 对啊 那这次也是类似的概念啦 只是说这次有更多的是什么提花 可是你现在提花这些东西 以前都有 一直都有 就只是说刚好流行 又走到这个地方了 没错 对啊 就在看的时候 其实是要看说 就如果今天只是款式的不同 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讲 所谓的复古的这个流行好了 那什么老爹鞋什么 但如果今天的老爹鞋 真的跟过去老爹鞋 在材质上面 没有太大的不同 就是一个我们喜好的不同而已 那可能就不会有很多变化 没错 没错 今天是我们如果有新的技术进去 或者是新的材料进去 哦 这个新的我们也许看看说 它会不会是比较少数厂商供应 那可能比较会有变化 没有错 那或者是新品牌啦 对 就是它是特别新品牌的 这个有押注到这个鞋厂 没错没错 那供应商可能不太一样 它可能就有变化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现在就是大家都在 就是变少 鞋厂在变少啦 因为大家要减少供应商嘛 对 反正未来 未来会有很多奇怪的趋势啦 对啊 我前一阵子也是看 就是好像上礼拜 有提那个碳卷嘛 对啊对啊对啊 这也是啊 什么低碳鞋 我想那不要穿啊 最低碳 对他们 我的这个东西跟之前 我们在哪边讲过 但应该在蛮多地方都有讲过啦 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要求越高 你要碳排要减少什么什么 那各种这样子的要求 其实会造成我的供应商越来越少 我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供应商 一定会变少的 那新的比较难出来 没错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 这算次趋势吧 对啊 因为重点是你鞋子 某一些品牌也很好嘛 那这些品牌很好 那他们这些品牌又是为什么好 大家会去解释啦 对啊 所以大家就会往上游找嘛 那就会慢慢扩散到上游 对那 这个可能是最近的状况啦 但 就反正这种鞋子这种事情 也一样蛮循环的啦 只是说最近大家刚好 关注了这个店 对对对 但重点还是他们有成长啦 所以大家觉得 嗯 这关注这个店很棒喔 大概是这种感觉 总需要为这些成长找些理由啦 没错 需要为他 告诉大家为什么成长啦 对啊 所以这个 maybe大家也是还可以持续的关注啦 嗯 好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这周的这个OCP全球高崩会 哦 这个是爆牌大会2.0啊 爆牌大会 那1.0在哪里 1.0就是在GTC OPC是这个开放运算计划啦 其他主要就是在讲 嗯 这边算什么啊 没有啦 OCP就是那个啦 制服器的统一规格啦 对对对 对啊 那那个时候是那个嘛 我觉得是Meta吧 一开始用叫Scopian计划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啦 对啊 反正anyway就是 OCP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全球大家 一般general server 用在Cloud 或是一些 就四大CSP 他们用的这些 规格 那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会有 OCP就会出一个白笔书 譬如说 随便举例子 这个机壳要长什么样子 大概要多大 然后多少的 反正就有些技术规格 大家无聊可以看一看啊 对啊 因为那个网络上都有 就你真的很无聊 劝你不要看啊 看了就睡着啊 对啊 那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啦 所以OCP的这个 就有点像是伺服器的这种 大家的这种 展示大会 大家来展示一下 你的solution怎么样 我的solution怎么样 就是OCP 他们制定的一个规格以后 各家厂商去展出他们 针对这个规格 做出来的产品 可以这么说啦 对啊 反正这些规格也是 这些CSP的人定的嘛 对啊 所以反正就是大家定 几套规格固定 让大家比较好做产品啦 大家不用弄去很烦啊 那台湾其实展的 厂商蛮多的嘛 像鸿海旗下的这个 红柏啊 然后微信有趣啊 星辰都有趣啊 行程啊 人宝啊 ODM OEM的啊 然后component厂啊 散热厂啊 大家都有去啊 然后这次NVIDIA在前面开场 又放了一张供应链图 哇 就开始涨了 至少当天又涨了 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NVIDIA他们是 直接就是 分享 开放了他们这个 GB200的NBL72 他们机电设计的 关键组成 所以他们就直接 把他们说 我们这个是这样设计的 那其实 这个好处是哪里啊 相对来说啦 NVIDIA他们不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希望 他们是一个 独家规格的感觉吗 没有啊 他也有ODM的规格啊 就反正就是 大家之前在研究什么 DGX HGX MGX 那些差别啊 对啊 反正大家我觉得 他搞得很混啦 因为他每一种的 出货方式不一样嘛 反正他每一种component 有每一种的这个 规格 我的那个规格的意思是 所以你有些 一定要跟NVIDIA买 有一些要跟NVIDIA 指定的厂商买 有一些 你可以在外面买 对啊 反正有一些 很复杂的东西 但我觉得大家 也不用了解 那么复杂啦 我觉得今年OCP 有一个重点啦 就是大家讲那么多 大家的设计 水冷长什么样子 嗯 对啊 那这个东西可不可以walk 那包含前几天 Microsoft自己在那边自报 我跟你讲 我拿到了GP200的哦 之类的这样 大家还是在看 GP200这个东西 弄完了以后 到底长什么样子嘛 对啊 那这个 我只有看到图啦 对啊 我还没有让大家说 这个你这个弄了以后 到底会不会漏水 对 但我想大家在 这一次的关键 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是看这些 艺人解决方案嘛 对啊 我觉得就是 很明确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艺人解决 到底可不可以弄出来 弄出来长什么样子 微软展示的那个机柜 好像还没有看到水啊 他那张图没有看到啦 对啊 那张图没有水 其他人的有啊 他有那个水路啦 但是你没有看到水 就是你也不知道 他是有没有在运转啦 其实不知道 因为他就一张图嘛 对 但还有蛮多这个 怎么讲 其他厂商的设计啦 对啊 我有看到几张图啦 Lumor 对啊 这蛮有意思的 那还有那个 还有一些人发表 一些新的技术嘛 对啊 这跟伺服器相关的嘛 对啊 有人发表PCI-E7啊 马贝罗啊 对啊 所以这些都是 伺服器相关的一些 反正重要场合啦 对啊 但只是说这些设计 有些太detail了 那今年感觉起来就是 大家的水冷 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我自己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重点 可能是这个 嗯 那你看完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我就看了那张图 觉得 嗯 就这样 就是哦 看看大家水冷设计的怎么样 大概就这个样子 去看各家的这个玩法啦 然后大家很多Lumor嘛 工艺链有谁啊 什么的 去比对一下嘛 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 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啦 对啊 好 那最后我们来回复一下 观众的提问啊 这个 I love MediaTech 好 这个 联发科粉丝啊 还有说这个 加登董事长的访谈好精彩 先进封装趋势啊 地缘政治分析都很精彩 受益良多 哦这个 加登跟加速这两集访谈 其实受到蛮多好评的 有另外一个 马可罗斯也是这样子 加登加速这两集访谈 太棒了 我觉得真的是 邱董蛮愿意讲的啦 嗯 而且 人家一看就是 就讲什么 加登大联盟啊 什么什么 你就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 很了解 很懂 然后很愿意讲 我们倒觉得是他那个吧 从创业开始讲啦 蛮有趣 蛮有意思 对 所以这个 大家蛮喜欢的 再来这个 Fleshgene 金融斑马 他有说什么 美国信用卡债务 看起来很糟糕耶 怎么好像都没有人提 总而跟拖欠率 都不断往上飙升 真的没问题吗 嗯 降起了 对 其实我有看到 有一些美国的 就不投资人 经济学家 他们有提这个 但是 我目前看到 这些经济学家 他们的看法都是说 我虽然是有这个趋势啦 不过我们以绝对数字来看 其实真的都还不算太糟 都还在一个 你去跟历史比较糟的情况比起来 其实就不算太糟 对 大家比较不怕消费的啦 我实在讲 因为那个 房地产占大多数嘛 再来是autorong啊 就是汽车 对对 对啊 信用卡的比重相对低啊 嗯 对 所以这个 不是说不在意啦 只是说他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嗯 其实这个跟中国蛮像的嘛 中国也是房地产居多啦 对 所以 台湾也是啦 大家都蛮一样 对啊 就是中国有一个 蛮有趣的状况啊 就是大家在讲这个 中国的消费降级 但消费降级 其实最主要降级的地方 在哪里 在北上广深 那为什么 因为那边的房价相对贵 所以 他们的这个 房价下跌啊 跟这个 升息 对他们造成的 压力其实比较大 那二线城市的消费降级 其实比较少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的房价相对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一开始就不够高级 所以 也有可能啊 反正是这样啊 有可能是我 这么大一句 可是二线其实有一些很棒啊 没有啦 所以一直都就是比较急嘛 对啦 对啦 可是一部分就是 其实大家这个 所谓的消费降级 跟房子 你现在是 升值还是贬值 跟利息什么的 也都蛮有关系的 对 所以我有看到 可是的确的人 没有很多 美国的经济学家那边 讲的比较多一点 投资人好像真的讲很少 好 瑞城 他说专业值的五星好评 那他说 为什么美股的鼓励政策 都没有呢 财报告网站 我刚刚看了这个评论 我才去查一下 真的没有 这是bug 这是bug 我们资料库有 但不知道为什么 前端没有显示出来 这是bug 我已经跟工程师讲了 然后下面有一个 威云你好 想请问一下 9月13号Podcast 提到的AI写程式读书 或者是哪个单位办的呢 谢谢你 其实这个问题 超多人试询我 真的超多 我大概收到了 可能二十几个人 在问这个吧 办的这个单位呢 他算一个单位吗 但大家如果有 这些人知道什么 GAI年会 这个深层式AI年会 那就知道说 他们应该也不是一个公司 就是几个人 有去办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在Facebook搜寻 Generative AI年会 对他们的粉丝专业是这个 他们是用年会 来做这个粉专 Generative AI年会 然后里面就会讲一些 AI读书会什么的 那主要在办的人呢 办这个读书会的人 是Mosky 如果有在写python的人 可能比较知道他 他是台湾python的大大 这样 那Mosky他自己也有在做 就是 关于怎么样 帮助不会写程式的人 用AI去写程式 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东西 然后他有在做免费咨询 但听说他现在咨询满满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在Facebook的 私讯他 去询问 然后他好像在年底 的webcon 也会有一场演讲 这是12月底吧 我也会去 我也会去演讲 对我讲的是 AI产品设计 那那边其实就是一个 前端啊 后端啊 跟一些UI UX的设计师 的一个演讲 一个活动 好像是一整天吧 还是两天 我已经忘记了 反正大家可以去看 那去年的票 卖很快啊 今年我不知道我们这集 出完的时候 票卖完了没有 不过我会把连结都付在那边 所以几个关键字 大家可以查一下好不好 Generative AI年会 或者去查Mosky M-O-S-K-Y 最后可以查一下 Webcon of Taiwan 2024年 好下一题 华邦店会不会受到 中国扩产低热影响 影响辅助大吗 股价目前修正好多 这可以听我们 第378集美光那集啊 最后的相关产业链 我没有提到 那答案就是会 一定会影响啦 因为中国那边 扩产蛮多的 那老实说 现在好像也 这个影响也还没有 完全反映出来 还不用他们反映啊 对 就股价反映 刚才提到嘛 称动自成 就没有好了 需求没有好 供给又大量出来 对啊 所以就小心了 当然有些人退出了 对 但我们也有说 就也不适合放空啦 因为股价已经在低点了 这个就大家自己参考啦 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 你很难判断是说 它差会多差 对啊 你只是觉得说 嗯 这供给很多 需求又不好 对啊 那看起来就是会 往比较负面的方向去看吧 对 我觉得这些很简单 就是会影响 对 没说是这么简单 对啊 那他们现在又很惨 那你说他会不会努力的 卖出来呢 那看起来是蛮有机会的 但讲真的 滑邦店很被动啊 对对对 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不太多啊 有啊 可以笑啊 什么 我这么惨我还笑 哪笑得出来 苦笑啊 对不对 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做啦 只是说这个东西就太detail了 比如说某一些 谁EOL的东西啊 会换成滑邦的啊 或者什么 这个都非常detail啊 对啊 所以你overover来看 还是会受到影响 对 好啊 那我们这集内容啊 就先到这边 喜欢听之后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